你好,我是昆林刘时,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咱们这个故事的开头就聊过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就是乌兰布统治战 1688年,这嘎尔丹呢,率领着大军入侵了喀尔喀蒙古 一举啊,就击派了这喀尔喀蒙古的吐蟹土寒 那这吐蟹土寒当然是打不过这个凶狠的嘎尔丹了 于是和自己的弟弟哲不尊丹巴活佛就进入了漠南蒙古 这儿您一定要知道啊,这漠南蒙古就是现在的内蒙 和这个漠北吐蟹土寒那个地方不一样 吐蟹土寒呢,漠北蒙古虽然依附于大清 但是漠南蒙古正经八百的那可是大清的地盘 早在后金时代,皇太极剿灭了林丹寒 拿下了这块土地,到了大清建国以后 这儿可就正经的是华夏了 又过了一年的1690年,这嘎尔丹率领的大军 打着要活捉吐蟹土寒和哲不尊丹巴活佛的旗号 杀到了内蒙和清军开了一仗 就是乌兰布统大战 您得理解这场大战的意义 按照今天的话说呀,那就是一支外族人的武装 哎,这支武装啊可有三万多人 一直杀到今天河北省唯厂县 那这是什么行为呢,那一定是侵略 所以啊,这康熙皇帝打的这场乌兰布统治战 不用考虑性质,那完全是正义的 像杭尔丹呢,所说的包庇这个土屑土寒 以及哲不尊丹巴活佛 这些个理由绝对不成立 那咱们知道这杭尔丹呢,是有野心的 他是想统一整个蒙古 当然了,如果说统一整个蒙古的话 那么这漠南蒙古啊,肯定包括在其中 那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才敢越过边境来侵犯大清呢 哎,今天咱们的故事就要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 也就是说呀,为什么会打这个乌兰布统治战 上一集啊,咱们聊到了草原上的一次会盟 这次会盟是谁组织的呢 是康熙皇帝组织的 他请来了两大活佛 一呢,是哲不尊丹巴活佛 二呢,是这个达赖喇嘛派来的一位使者 在宗教军政三方的主持下 这次会盟完成了 解决的问题就是扎子克图寒和土屑图寒之间的矛盾 说白了,就是土屑图寒呢 抢了人家扎子克图寒的这个人口 以及生畜不还 那最后解决了吗 解决了 在这个大清朝以及康熙一方的庇护下呀 归其这场官司啊 还是偏袒的土屑图寒 虽然土屑图寒答应归还人口以及生畜 但是呢 一没说明白这归还的方案 二也没制定啊 到底是什么时间归还 这土屑图寒呢 仗着这康熙皇帝偏袒他 于是啊,在事后啊 还了一半啊 这老小子可就不还了 这呢,是导火所其一 其二呢,这嘎尔丹呢 没法下去 他认为这次会盟啊 曼带了达赖喇嘛派来的使者 所以就写信指责大清朝廷 以及土屑图寒 大清朝廷当然是不会理会这种信函的 可是作为平级的土屑图寒呢 那这压不住火了 直接就给这嘎尔丹回信 问他呀 管得着吗 你算什么东西 这么一来就给这嘎尔丹进攻 这卡尔卡蒙古找到了口实 这嘎尔丹呢 毫不犹豫 直接就给扎斯克图寒写信 这会儿的扎斯克图寒呢 是刚上任的小扎斯克图寒 正所谓是主佑国一 人丹事故 突然啊 这天边来了一个壮汉 好,大腿粗 胳膊根也粗 说要跟自己结盟 给自己撑腰拔粪 那他能不乐意吗 于是这两家呀 很快就递交了 这个和平结盟协议 那既然结盟了吗 这卡尔丹作为强势的一方啊 就得表示表示 他呀 派了自己的一个侄子 叫杜卡尔阿拉布坦 让他呀 带着自己本部的人马 以及牧民牲畜 迁徙到卡尔卡蒙古 也就是末北蒙古 和这个扎斯克部啊 一起游牧 你保护扎斯克图寒 这吐蟹徒布 要是再敢欺负扎斯克部啊 你不用问 二话别说 上去就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表面上看呢 这卡尔丹 是派了一支军队 一帮部众 去保护扎斯克图寒 实际上呢 不是 这就是赤裸裸的军事渗透 这墨西蒙古 借此事啊 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军队 驻扎到了墨北蒙古 那么说事情 果然是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行了 光有军队驻扎呀 哎 那就武略 还得有文攻啊 不但要有政治渗透 而且呀 还要有特工区次弹情报 这卡尔丹办的第二件事啊 就是往这个墨北蒙古 拍了一千名喇嘛 随时给远在伊犁的 卡尔丹传递情报 那这吐蟹徒寒呢 他一点也不傻 这卡尔丹和扎斯克徒寒 这两家干的事啊 他全看见了 他心里明镜似的 哎 他们这么做呢 完全就是为了对付自己 好嘞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哎 我呀 得给你们个厉害的瞧瞧 哎 就在转过年来的冬天 这卡尔丹派来的这个侄子 杜甘尔阿拉布坦呢 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和部众啊 走了 离开了扎斯克部 那这是为什么 因为呀 这只牧民呢 要去东基牧场 他们的东基牧场在哪啊 在厄尔齐斯河流域 这厄尔齐斯河流域在哪啊 您看啊 这地图上显示啊 在这个新疆的北部 这吐蟹图寒一看 这保镖离开了 他来劲了 二话不说 集结了一万兵马 交邀去砍这个扎斯克图寒 不过呢 头砍之前的这吐蟹图寒 还是走了个脑子 他想 是不是得跟我那后窗 我那大哥 康熙皇帝打个招呼啊 不说一事啊 总显得不合适 于是就给康熙皇帝写信 这康熙皇帝 接到信一看呢 立刻就烦了 我这好不容易组织会盟 解决了你们两家的谋子 好 这赶尔丹混蛋科子一个 没份还下去呢 你说你招他的盟友干嘛 于是给吐蟹图寒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最重要的内容 总结起来啊 一共就九个字 这就是手前岳务 复兴兵端 康熙说了你啊 别动 别打 可是这会儿啊 架不住这吐蟹图寒心里啊 已经种下了战争的毛毛草 他觉得啊 不打已经不行了 我如果不趁着冬天 他们这个结盟的实力弱 一股作气的拿下扎斯克 等到明年这准盖尔的军队回来呀 那事情就不好办 也没准啊 哪天我在大帐里安然熟睡的时候 第二天早晨起来呀 人起来了 脑袋还在床上搁着呢 所以咱们按照草原的法则办 先下手的围墙 后下手的遭殃 反正啊 我大哥康熙 他总是向着我的 等到我把这些事情 妥妥当当的办完了 再跟他说 他也不会太生气 于是带领了自己的一万骑兵 就杀到了扎斯克布 那这还不好办吗 这扎斯克布啊 本来就软弱 三下五除二扎斯克图寒 就被吐蟹图寒砍了脑袋 也不那么寸 这会儿的这个 赶尔丹呢 正派了自己的一个弟弟 带领了四百人 去这个扎斯克图部办事 办什么事啊 就是啊 把上一年的保护费啊 是不是 结一下 哎 巧了 这四百准赶尔人呢 和这个一万多的 吐蟹图寒部队 可就撞到一块了 那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吐蟹图寒一声令下 这四百蒙古骑兵 鄂鲁特人呢 就变成了刀下之鬼 当然也包括 赶尔丹的那个弟弟 那这赶尔丹的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是高兴啊 还是难过 咱们不好说 那他高兴什么呢 终于有机会啊 向这个墨北蒙古 动手了 这就是口实 这就是导火索 那他失去了一个弟弟 他难不难过呢 哎 不知道 您别忘了 赶尔丹的两个哥哥呀 就是他亲手杀的 所以说呢 失去了一个弟弟呀 他也不一定有多难过 有多心疼 那不管怎么说 这就是出兵末北的导火索 这吐蟹图寒 杀了扎子赫图寒 和赶尔丹的弟弟 就是在1688年的张月 过了两个月 还没等血化呢 这赶尔丹就把自己的牙障 从伊犁搬到了 阿尔泰山东边的科不多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要以此为据点 向末北蒙古 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 这赶尔丹率领了 三万蒙古铁骑 翻过了杭爱山 这大军呢 是直扑 吐蟹图寒的本部 那打出的旗号 就是要活捉吐蟹图寒 和吐蟹图寒的弟弟 哲不尊丹巴活佛 按照这个蒙古法典 处置吐蟹图寒 按照佛理佛法 来处置这位活佛 哲不尊丹巴 那这就和咱们 开头的故事啊 完全接上了 这吐蟹图寒呢 他可只有这惹事的本事 没有这个平事的能耐 再加上啊 这个厄陆特蒙古的 嘎尔丹呢 确实是比较彪悍 哎 不光是这吐蟹图寒 打不过 这清政府 派了这个 李帆院上书 阿尔尼 带领的三万军队 和这个 嘎尔丹的 三万军队一碰面啊 也是打不过 让人家杀得大败 这才有了 这嘎尔丹乘胜追击 乌兰布统是一场熬战 那这有心的朋友啊 哎 稍微的一算就会发现 这时间呢 他对不上茬了 1688年的上半年 嘎尔丹开始啊 攻打吐蟹徒步 并且和这个清军 打了一仗啊 打赢了 可是呢 这乌兰布统之战呢 是1690年 这中间呢 虽然看着是差了一年 实际上啊 差了一年多呢 那么说这会儿 这战争形势瞬息万变 这嘎尔丹 干嘛去了呀 嗨 这嘎尔丹呢 后院失火 自己的亲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 反了 不但呢 反了 还把呀 自己的小媳妇 阿努可敦抢跑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明天啊 就要聊聊 这嘎尔丹呢 面临的亲侄 之乱 咱们